像水落石出的一天 那今天呢 雨萱带我们来看到的是 柯文哲任内留下的三大弊 我们昨天跟大家追的是北市科 今天扶上台面的是金华城 所有的人都在问 到底柯文哲你柯市府任内 有没有对金华城重放 只讲一件事 他在改建过程当中的容积率 560%如何变到840% 在这个决策的过程当中 要不要说清楚来讲明白呢 这是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 游署会提出这样的质疑 说是你柯文哲重放 我们今天给大家来看到的是 今天在各大报 金华城刊出了这个全版的 这个广告 说什么 金华城被霸凌37年 他罗列了八大被霸凌的理由 然后重点是他说 如果你们都觉得 560%变840%的过程 有重放的话 欢迎举报到检调去 让检调来查 看起来金华城底气也是够的 我们只问柯文哲 你是怎么样做出这个决策 俊阳哥如果说 有能耐可以发表五大报 甚至召开记者会 甚至跟柯文哲恨称一气 讲出同样一套话的人 这个叫做被霸凌 那坦白讲 我好想被霸凌 因为如果被霸凌 可以赚到上百亿的金额 那请霸凌我吧 赶快俊阳哥霸凌我 这开我什么玩笑 哪一个被霸凌的人 可以用五大报这个版面 而且你给各大报的预算是多少 你要不要讲出来一下 所以这个问题 我们来一一的细数扒书 到底金华城这37年来 我们讲他的前世今生 是被霸凌还是极万宠碍鱼一身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各位 我们先直接从数字来看 在1991年原本金华城的农几率 是392% 而且理由很简单 他那时候叫做工三 工业区 各位这样听得到听得到 到了2021年的时候 变成了840这个翻倍 等于是到底怎么来的 现在大家在问这个问题嘛 所以柯文哲讲不清楚 我来帮大家讲清楚 392第一个 怎么变成560 因为他进行了地幕变更 结果没有想到 后来要选举之后 连续两次增加 那为什么连续两次增加 因为跟各位报告 分别是他先独创 我跟各位讲这是独创 也就是台北市政府 从来没有这个规范 他说自己农机奖率 然后提了4点什么钻石级的 然后什么一大堆理由 但我们跟各位讲 开创首例 因为过去从来没有这种农居 奖励项目 各位啊 你如果有在关心都市计划就知道 台北市的农机奖励项目 它必须要按照相关的法规 也就是说 我规定有哪几项 你要照游戏规则来 好我就问 今天如果金华城 想发射法再发射上 我努力的要跟市府 要到更多的农机率 对啊 我商人我一定会这么做 问题是 就算我金华城 我去自创了一个 所谓的农机奖励的理由 我呈上去 台北市政府你可以不要准啊 对所以这个重点来了 2021年的时候 到底是谁转这个公文 那大家不用讲了嘛 就是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分别做了两件事情 让他从506变840 第一个就我们在讲这个 帮他创造了四项 金华城自己报的农机奖励 给他了20% 然后所以增加到了728嘛 然后随后呢 又让他让 从另外一块地 把农机转移到 这个房子上 先生你知道这个离谱在哪里吗 在哪里 如果这个行得通 如果柯文哲这样行得通 那我跟你讲 我去文山啊 我去什么芦州啦 这边全面去买一块地 对不对 然后我说我要转移 然后在信仪就要去转移 你觉得这样合不合理 一坪转移一坪 当然不合理啊 对嘛 哪可以这样转嘛 如果可以这样转 所有的建商都这样干 大家都去偏乡地带 买一大堆地之后 全部都转移到金华地区 所以行不通嘛 这不是一个理由 所以当年才会被挡下来嘛 但不好意思 柯文哲分别放了这两次之后 最后你才看到 从392涨到840% 好 再来我要请导播 我们来带这一张 这一张表格 今天好好来琢磨一下 为什么画一个蓝色 通通杠掉呢 我就问 今天如果台北市政府科市府 你真的有这个胸膛去 准了这个所谓的 各式各样的荣金奖励 准给了金华城 我也认了 但问题是 为什么从头到尾 你的人都缺席 在最重要的决策会议上 你不敢背书吗 对没有说 就要跟你讲到问题的核心 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流程 来比如说第一个流程 让他变成560 请问一下谁拍板定案的 当然是柯文哲 当然也会记录啊 请问一下后续 谁给他连续两次农机奖励 包括一次移转的 也是柯文哲啊 结果我们看到 柯文哲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来哦 台北市都市计划土地 使用开发许可审议委员会的 委员会会议地602次 结果你发现一件事情 一大堆委员 其中过半都是什么 台北市政府的高官 结果这些台北市政府的委员 官方的委员 竟然有7成5 不敢出席 只有2成5的人出席 换言之 他们为什么不出席 因为理由很简单嘛 当在讨论到 农机率的关键会议的时候 这些委员 是不是因为害怕自己做记录 害怕自己留下伏笔 到时候会被追杀 会被清算 所以索性干脆 我不负责 我不背书 通通都不签 好 委员我们今天看到了 各大报 金华城的全版的广告 他们自清 然后也讲了 有问题移送检掉 看起来底气十足啊 好 现在不管是金华城 或是柯市府 或者是黄珊珊 或者是柯文哲本人 一直讲说有问题都送检掉 不用急 真的有可能送检掉 现在目前市政府 政风处正在查 市议会正好有一个调查小组 也要查 观众朋友我们早就告诉你了 三大案 柯文哲惹麻烦 中华民国事务最推定 所以目前看不出 到底会不会一定有问题 但是很明显的瑕疵 跟那个question mark 就放在那边嘛 为什么 我跟大家讲 北市科 台志光 金华城 北市科 台志光 金华城嘛 那金华城这一块 很简单 我就用这个数字跟大家讲 大家懂了 对不对 好龙斌时期的时候呢 他的容积率 金华城 金华城有金华城的说明 他们认为说 我们这块用地 本来就应该有560 可是问题是好龙斌 他有他的想法 他说不到560 所以他每次去争取 六年争取了以后 都没有给他嘛 所以好市府根本没有任何 突立 这个金华城的可能性 因为我是没有同意你的 那你的容积率 560 好那你说你应该560 俊阳哥那很简单 我讲这个观众朋友听得懂 那你既然说你是560 为什么最后840 你说你这块就是第三 第三类用地就是560 那为什么最后是840 那840是谁核定的 就柯文哲市长 所以现在柯文哲 只要告诉大家 为什么给金华城840 还突破101的天气 超过你刚刚自己讲的标准 我们没有当事 我们不是当时在开会的人 是否要出来跟大家讲 这其一 其二 他的那个给融几率840 那个会议当中 15个人要开 12个人要开会 他只有几个人出席 五个人出席而已 那其他人会怎么回避 所以这些东西 就跟我之前跟大家讲的 北市客一样 我都不会在我们节目当中 跟你断定说 我跟你讲谁一定有问题 但是在看起来 人家提出质疑的时候 其实我就讲了 包含柯文哲跟他的团队 不用针对那些 智维末节在跟 譬如说游书会 或是跟 那个蒋万安圈那边吵嘴 没有意义 因为你只要 一锤定音的把证据拿出来 就我刚刚问的 就这个简单 你既然金华城认为 是560容积率 你提到840的 理由时间地点 以及为什么会有 这个开会的委员 他临时缺席 他没有来参加 他不想背书 为什么 跟大家讲清楚 这个事情就算过关 董哥 金华城是民进党主打的 结果选后呢 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陈从文 被收押了 民众党建立欣喜 开始打国民党 讲完安 你这个就有问题 对不对 那打一打 后来发现不对了 为什么 因为他讲有问题 讲到谁 讲到郝龙斌嘛 郝龙斌那时候的秘书 就是游书会 游书会对这个案子最清楚的 陈从文其实跟柯文哲更麻吉 2018年 柯文哲竞选年任的时候 那时候国民党提兵丁所忠 民进党是姚文志 你知道陈从文找谁帮他站台吗 找柯文哲不找丁所忠啊 他们就是比他妈吉了嘛 那你今天打了以后 游书会就忍不住了 游书会出来讲 游书会讲了一件事情 他说 因为柯文哲故意隐瞒 我们的台志光案 是一个BOT案 BOT25年是很短的 我们比如说101我们跟厂商的BOT连线是70年 你柯文哲故意隐瞒这个嘛 那厂商去铺了很多路线 光工程就要做四五年了 你没有给他25年他哪来利润啊对不对 没有人要做嘛 就会有这样 所以游书会倒打他一把说 你那个北四科才有问题 你给星光 星光吴欣宁就是你的政治搭档 就是你民众党的 所以大家才去爬梳出来发现 哎呀原来这个案子 所以有人就跑去问李世川 工程专业不用讲 李世川 他没有评论很多 他说这个案子给人家就是大小眼 对大小眼 大家讲什么个大小眼 两边一比较 金仁堡 金仁堡的许胜熊董事长 是海基会代理董事长 他在国内是领袖的企业 他很懂得科技 结果他还要弄一些报告 然后呢台新 台新人寿他不用了 他不是这个专业 他反而不用 那你今天 所以那种大小眼 给人家看得太明显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 刚好三个党各有一个案子 对不对 别是客可以讲国民党答的 台志光是民众党答的 然后金华城是民进党答的 这三个案子 柯文哲投不了身 什么叫用刀叉吃人肉 柯文哲过去都在形容别人 然后每天要讲别人 垃圾不昏蓝力 没有 我看白的垃圾好像还比较明显一点 好 敬平 所以文工 北市科看到了金华城 就是难过关 你怎么看 所以当这个 不管是金华城 当时在调查的时候 林中明算是以前 柯P用过的都法局局长 然后还有包括这个李四川 他现在是蒋万安的这个副手 他们去跟监察院 这个做约巡的时候呢 也提供相关的资料 而且也两个人也都说 这个案子这样做是不对的 有问题 然后李四川也说 如果是我不会这样子处理事情 他为什么要这样讲 光是你看那个整条 蓝线画下来那些这个委员 没有出息你就知道 75%的这个委员 我问过台北市跟桃园市的 还有新北市这三个 三都哦 六都里面三都的 都法相关的这个审议委员会的委员 还有都法局的局长官员 我都问过 像这种重大的会议要不要去 要 一定要 你要去把关啊 请这样 不行 一定要有人在那边 局长真的有公务 你有要公务 真的发生什么意外 生病还是住院干嘛 副局长一定要在那边 那你告诉我 今天这个控牌 控一整栏 什么意思 这就是准备 这个浑水摸鱼 然后让这个 让这个案子 不要受到刁难 就这样轻轻松松 轻轻松松松 这个5566就过去了 然后等到N年后的此刻 我们在追究这件事的时候 他这里没有落款啊 他不用背书 他也不用负责啊 你要看每一次的 这个双北 还有这个北北桃的这种 都发都省会议都发会议 都很很很慎重其事的 邀请外聘委员专家学者这样 然后这样子整个开会很玩意 要做会议记录 然后我们议员都要看 以这样的一个状况 竟然还可以做成会议记录啊 我真的觉得华天下是大机耶 这简直是在开玩笑 闹那个玩小儿科啊 这么重大的 尤其是你的这个 龙几率是三级跳耶 我从来没见过这个 不要说这个台北啊 放眼全国各县市 我从来没见过 从392到560再到800市 然后可以讲说 哎呀 因为我有捐出去那个 藕系藕馆 那个旁边 在金华城旁边 然后当时这个 好师傅没有把我算进去啊 所以我要去监察院怎么样 我告诉大家啦 很简单的 你要换龙几率 你本来就是要捐周边的地 但是龙几率也不可能 让你从这个392又到了560 然后560之后 你又再可以说 我还有猜 再差20%的奖励 到840 到560已经很了不起天花板 所以我认为这个简直是典型的 得了便宜还卖乖 然后那个市政府呢 通过给他这个案子呢 简直是打混摸鱼 在这个让人家这样子过关了 然后一推256 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 那你检掉怎么样查查查 我觉得这个叫做不负责任 那以后都可以这样搞的话 那是不是每个厂商 每个这个都发局啊 龙几率就这样轻轻松 换这么多的这个坪数 可以赚400亿 那大家都这样搞啊 你不要以为说 人家抓不到你后面 有什么官商勾结 还是背后的牟利 但是光是这个事情 大家听起来 就觉得有 有爱社会观感嘛 然后整个事情 让大家觉得很扯嘛 采薇 我就问啊 今天 金华城这个各大报的广告 我当然理解 他当然要为自己自侵 为自己捍卫 我是清白的 不然你们告到检掉去 检掉也会还我清白 其一 第二 现在外面有一个声音 在怀疑说 今天各大报的这个大动作 是不是在帮柯文哲 把他从北市科的 你闹你抢救出来 转移目标 最后我就问 金华城这一题 柯文哲有比较好过关吗 我觉得两题都没有什么 所谓过关的问题 如果有过关的问题的话 为什么都直到现在 台北市议会 还要来组成两个调查小组 这两个调查小组我都有去参加 但是因为我们制播的现在当下 还没有抽签 所以我还不知道我们抽不抽得到 但是我跟大家说 因为问题太多了 所以大家想要去抽签的 这个踊跃度非常非常高 里面问题非常多 我首先先说金华城 我也不懂为什么金华城 今天这么这么有种还敢出来 说召开记者会说 大家有问题的话 那就去告上检掉吧 其实我真的觉得不用金华城 因为接下来是包含市议会啊等等的 我们只要调查 一有结果出来 也真的不用大家有问题的去告 我们直接就会去告发 所以这是指日可待 而且金华城这一个东西 其实监察院早就都已经打脸了啊 监察院早就都已经发函出来 就是你有疏失 而且是有为原本我们台北市政府 定出的荣基奖励的一个原则 也就是说他已经认定 这个你柯文哲就是有疏失了 有违反比例的一个疏失 那请问为什么金华城 柯文哲到现在都不认呢 难道你是不认同 这个监察院说你有疏失吗 所以这个金华城有疏失 已经是真真切切真实的事情了 那再说到北市科 北市科其实连专业的李四川 都告诉你问题在哪边了 那是大小眼吗 为什么短短一年的时间 我的权利金就可以相差61% 三块都是相连在一起的土地哦 但是其中两块 去年卖的比较贵 那之后卖的权利金比较便宜 这不就很奇怪了吗 才过一年的时间 权利金就差了61% 差非常非常的多 这不是大小眼 那请问是什么 更别说之后的这个财团 还是跟你柯文哲有密切关系 跟你民众团有密切关系 所以我觉得两个案 你从这方面来看起来 柯文哲都脱不了关系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 真的不要再去帮自己开脱 因为大家试想一下 如果今天这个案子 是发生在好龙斌市府时代 柯文哲是不是每天早上堵麦 说这个案子有问题 这个案子一定是弊案等等的 你看看现在的讲完 对他多温柔啊 反正就是调查 有市政有事情的时候 有一些相关证据的时候 那就是我们大家看柯文哲 要怎么去面对法官的一天 今天续追的当然就是 柯文哲的北市科的 土地标授的争议 真相只有一个 真的像柯市府公文里面 所呈现的 当初拜访两家授险业者 也绝对没有徒例 新授一家 是这样吗 进步追查 会议记录才赫然发现 不对不对不对 柯文哲所说的 两家授险业者两场会议 新授之外的另一家业者 的确也有邀请来开会 可是根本不是跟他讨论 北市科的土地啊 现在就被怀疑 你根本就垫钩到蔡兜 找来所谓的第二家业者 根本是为了护航新授的 遮羞布吗 就像柯文哲讲说 我问你这些人不是什么弊案 最好解决办法 我竟然跟你知道怎样吗 把公文通通上网公开 会议记录影像录音 分三个全部上传 就上传了你会是有狗聊 台词大调 为什么因为北市科现在呢 不用等你柯文哲也不用等蒋世福 直接被议员踢爆 人家质疑第一件事情 你怎么挂羊头卖狗肉 什么意思 原本袁寿 原本他讲说 到底有没有参与 在北市科这场会议的讨论 是不是众说纷纭 没错 袁寿说我没有啊 玩玩啊 然后呢 相关的媒体报道说 有有有 有袁寿 就现在突然跑出一份会议记录 这个会议记录写得很清楚 就是北市科T16T17T18 真的这个干案讨论 而且主角是谁 主角就是袁寿 而且里面写的清清楚楚 说哎呀我这个案件啊 来给我带这个看到 他说你看我们这个潜在投资认访谈 而且里面的案件呢 叫说把三块地分开招标 而且呢还谈到说底价相关的问题 结果没有想到袁寿跟你讲说什么 答言 不是 他说我们当天谈的明明是内湖的 素创中心BOT案真审结果 而且各位你去对那个时序 也确实是当时内湖应该要讨论到案件 所以现在问题来了哦 到底当天讨论的是内湖的案件 还是北市科的案件 因为如果如同袁大人寿所讲 没有讨论到北市科的案件 那俊翔哥请问一下这一份公文 这一份备忘录叫做什么 卫造文书 造假出来一份本不存在的会议内容 目的是为了当单独跟新寿谈标寿的 折修部吗 对而且更怪的是什么 各位我们讲 李四川说大小肉那差这么多 我们先来让你看看什么叫做大小眼 来哦你看星光的时候 那时候开会是在哪里 跟星光人寿开会谈说分三块地 然后呢权力金要调降 在市政府的二楼会议室 而且还是有产发局副局长带队洽谈 结果换到元寿 到底现在谈的是内湖的创新BOT案 还是在谈北市科的案件 我们先不谈 但地点你看哦 在11楼办公室外的小会谈室 哎那差点啊 这个就是会议室 这个只是小会谈室 而且只有谁 科技产业服务中心主任出席 所以他们现在来讲 会不会如果按照元寿的讲法 根本元寿没有讨论到的案子 变成是元寿被迫拉来做一个垫背 做一个遮羞布 来证明说 你看所以是两家受险公司 都说要调降 都说要拆分三块地 所以换言之他变什么 被拉来背书 等于是来陪跑的 哎我听了毛骨悚然 如果这件事情为真的话 如果元寿后来讲说 哎我们的确有获药 可是我们谈的不是北市科 我们谈的是内湖BOT啊 哎电购道菜都哦 谁这么大胆 第一个 柯文哲知不知道 从头到尾 你被蒙在孤里吗 还有 这一个明明不存在的访谈内容 你居然可以出示这样的公文 谁这么大胆 对而且各位 我们现在带你来看到这个公文本身 它怪是怪的 第一个 这个是市府呢 原本北市科委托开发招商 对不对 结果没有想到里面的管理顾问公司 竟然没有出现在 我们讲元寿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罗森门的那一份会议记录 以及备忘录里面 那请问一下 如果说管理 本该作为第三方仲裁者 第三方管理的单位都没来 那哪来的会议记录 这是疑点一 而且再来第二个疑点是什么 元大人寿他作为一个商业机关 他不会随便对于这种高度政治性 高度敏感性的发表言论 所以各位你可以看到 原本我们讲说厂商里面 除了最后是星光金得标 其实当中领标的有9加6 换言之T17有9加 T18有6加 而到目前为止 有没有任何一个人出来讲话 没有 所以元大竟然为此还特别发表声明 说什么 说从来没有参与北市科案投标 所以换言之各位 如果按照柯文哲 过去庆祖南说 劣迹斑斑斑跟厂商合作的经验 会不会有可能真的是 射了一个套扣了一个帽 让元大遭受这种不明之冤 只是为了替星光人寿做野蛮 做遮羞布拿来当电备 所以这个造假不存在的公文 如果这件事被确认的话 柯文哲必须说清楚 还有 现在说不清楚的是 有没有独厚新寿 为他拆分 为他把地板一打再打 一打再打 居然没有保点地板架 所有的决策过程 柯文哲 你真的都不知道吗 根本都跟你有关啊 对没有错 各位我们看完这两份公文 你就会知道说 到底为什么需要元大 因为如果只有独独一家新逛 现在太厉害了 来各位这个千层 包括一二三四 总共四页 最重要的是最后面 这个签名叫做台北市长柯文哲 亲自邓英 还有夏日期 夏日丁官来 对 而里面的内文呢 我直接跟你讲 就很简单 第一个 价格的权利金要下修 原本呢 市政府相关的规范 包括他有一个叫做 市有非公有地的 地上权标授 相关要求是 要三成到七成市价 但他把这个三成给拿掉 所以市价连估都不用估 直接估权利金就好了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北市科 17 18 可以这么便宜的关键 再来第二件事情就是 他要将整块地 一分为三 那请问一下 这个意见到底是由贼提出的 因为如果我们把元大刚刚给去掉 你会发现 从头到尾都是 星光说要什么 就有了光 星光说有光就有了光 星光说有了星星就有了星星 要什么有什么 可不可以跟上帝一样 通通送给他们 因为你仔细看哦 现在2000年 这个在2020年11月11号的访谈当中 他要求的这件事 第一个 三块地分开来 再第二件事情 权利基底下在下修 请问一下 这两个愿望 有没有通通都达成 而最后还有第三个愿望 也达成了 柯文哲跟阿拉丁神 都很一样 因为最后这个标案 由星光忍受得标 好我问你哦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北市科三大弊案 现在市议会同步开查 北市科是其一 第二 柯文哲马会的签 金华城 有没有独厚他 有没有图利他呢 金华城现在已知又火的事情 就是荣基奖励 突然从308% 变成了804% 那当然柯文哲会解释 说我已经讲了 原本的工业用地 改成商业用地 但现在大家的问题不是这个 而是在于过程怎么发生的 你看哦 督法局报告说什么 略没有我的事情 讨论也略没有我的事情 这么大的一个案件 荣基奖励暴增进来跟你讲 通通都没记录 而且柯文哲完全没有任何内容 结果你仔细看到 里面有所会踢爆 更可怕的是什么 而且还不止没内容 很像是大家都会预知一样 你看哦 每逢大选的时候呢 柯文哲就会让荣基奖励增加 你看18年的时候增加了一次 2022年的时候增加一次 最可怕的是什么 理论上来讲 这种联合审查官方的代表 应该要出席 而且再加上外部委员 结果没有想到 官方的委员 全部百分之七十五在审查的当天 通通都请假 等于是全部都有外部委员来扛责 各位啊 他们就在讨论这件事情说 到底柯文哲是真不知道 还是有意放水 还是刻意规避 也难怪他会讲话那么大声 有事情你们全部都上网去看公文 喂我们今天谈到这个地方 最新的发展外界的质疑是 你找了另外一家人寿潜公司来 原来是为了遮蔽 要也能而不说你独立 徒利 新寿 是这样吗 基本上是这样 当原大人寿已经发出公开的声明 在2020年的12月16号的这场会议当中 有开会但没谈北市科 对 俊江哥四个字 大事大条 大事大条 因为很简单 我跟大家讲17 18 还有16 这我们讲过好几天 这三块地一起标 2019流标 2020流标 2021成交 2021就是 金人宝买左边的T16 81亿嘛 然后呢 新光人寿买右边 17 18 2块 44亿嘛 那大家讲说 两个加起来 是差0.6公顷 可是就在隔壁 那面积也没有差太多 不然你说一个80几亿 一个六七十亿也差不多嘛 44亿 怎么差那么多 然后呢 你又没有计划书 其实观众朋友 前市府科团队一直在做图 跟大家讲 我们没有任何问题啊 谁知道为什么没有人来投标 所以那个一问一直挂在那边 但现在问题来了 市府是怎么跟大家讲的 我们还有特别去找潜在投资人 让他讲说 前面两次 50年地上权你不行 70年地上权你不行 那不然这样好不好 把它切开来以后分标 拆标 对不对 他还讲 元大跟新光都建议 市府应该拆标 就搞到半天 元大人寿根本没有讲这句话 元大人寿的声明没有 然后他整个的会议记录一查 谈的内容是在内湖的创新中心 太夸张了 电钩倒在兜你抓元大来当作遮羞布吗 好那问题来了 观众朋友不要激动 中华民国是无罪推定的国家 不能讲说现在这个事情兜不拢 就一定有问题 但是先前为什么会说这个说法非常重要 俊江哥 因为没有人去标17-18 我到现在还不懂 因为来领标的有这么多 可是投标的只有一家 其他人领标是领会多的 第二个你旁边的T16有四家竞标 杀到红眼以后最后标到81亿 那为什么偏偏T16-18都没有人要标 就讲说那没办法 我们都讲了嘛 我们还去招商了 还跟星光人寿跟元大人寿 结果后来半天 你没有跟元大人寿讲 你只跟星光人寿讲 那坏就坏在这里 民进党的议员都已经把标题承上去了 这个后续会攻防 叫做宋官宋帝宋荣基 你今天怎么叫宋官 因为2019-2020的时候 吴欣宇已经是民众党的不分区立委 只是还没补上 已经挂在那边了 所以这个关系会特别敏感 为什么你只找了星光人寿谈 原本说的元大人寿 今天的结果居然是没有 那我就问他 倒回来讲 那先前在跟外界解释说 没有啊我们找很多 我们都有跟大家讲 我们有找了元大 有找了星光 问他们要不要来 只有星光要来的这个基础 观众朋友 今天开始变成是不存在 那就很麻烦 原知 所以今天这一题演变到 今天最新进度 根本柯文哲的说法 跌勾到再多 你跟元寿根本没有讨论到 标寿土地的事情 你说到底你不也就是独厚 亲寿吗 那这不是麻烦大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 其实还蛮严重 为什么 因为现在大家在质疑说 为什么星光 可以用这么便宜的底价 就直接标到T17跟T18 那柯文哲的说法是说 没有啊 当时我们有找很多家 除了星光之外还有元大 所以感觉上好像没有独厚 也有找过元大 后来可能元大不来 或什么之类 所以只有一家 那他当然就标到 但问题现在被人家指出来说 没有好像案情不是这样子 因为虽然说柯文哲说 当时还有元大 可是元大现在已经出来发声明 否认说他曾经有参与过 北投的这个案子 北势科这个案子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 是衍生出两个事情 第一个事情就是说 那如果元大直接否认的话 那就只有星光一家 只有星光一家的话 请问一下柯文哲 为什么你底价定的那么低 好 那其实那个游所谓 他有指出来 他其实当时这个案子 在发报的时候 他就有指出来一个 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一般 像这种设定地上权 按照政府的规定 都有一个保底的价钱 就是你的底价 一定要定在 市价的三成 以上 最低不能够低于市价三成 可是星光这个案子没有 星光这个案子就是低于市价三成 那因为他底价过低的结果 导致于台北市政府的市库 减少了20亿的收入 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 柯文哲的决策 让市府受损啊 好 那今天其实我也看法规 法规也并不是说 非得要定在市价三成不可 也没有 他有一个减价的条款 减价条款有个规定 你如果这个标 土地真的标不出去的话 留标两次是可以减价 但问题是 这三块地本来是一起标对不对 一起标 留标两次之后 后来分别分成三块在标的时候 就没有留标过啊 他没有第一次 他就直接底价定这么低啊 那如果说今天没有元大 只有星光 那你就会让大家怀疑说 这是不是因人设事 这根本就是星光告诉你说 这样我才要标 所以你就定的这么低 这大家外界会这样的怀疑啊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必须要说清楚 我刚刚的质疑 那第二个我觉得也是蛮严重的是说 如果从头到尾都没有元大的话 那请问一下 为什么市府会有个公文 这个公文里面会有 元大有去参与会议 有去讨论北投这个案子 对不对 因为之前有议员所知 那时候市府提供是说 柯文哲是有 他们看了会议记录之后 是得到结论是说 柯文哲去找两家谈过 他们看公文 给出来的资料 那请问一下那个公文 为什么会有元大 就是为什么后来的市府 会发现有元大 那这个公文有没有变照 那如果公务人员 有变照公文 那这个事情更大调了啊 所以我刚刚提的两件事 其实都是蛮严重的 那柯文哲我觉得 你还是要说清楚 他现在几乎都是没有回应 他现在的讲法都是说 哎呀把会议记录掉出来就可以了 把会议记录掉出来就可以了 可是会议记录掉出来 谁知道底下为什么定那么低 那谁知道为什么这个公文 可能经过变照 这个我觉得他要说清楚的 变照的公文这件事情 所以宏威到底是柯文哲 从头到尾被蒙在鼓里 有人在上下起手吗 这么敢 还是说从头到尾 柯文哲都知情 我觉得这件事情最蹊跷的是 就是当外界去质疑 就是过去的柯市府 有没有独厚新兽在北市科的标案 严重低于市价的同时 竟然呢突然就是出现了一个公文说 这个当时的标案其实并不是独厚新兽 还有原大人寿也有参与其中 可是你今天看到原大人寿已经直接告诉你 他不但没有参与标案 而且没有接触 这就神奇了 所以当时说这个原大人寿也有参与这个标案 也有去来讨论 也有接触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且呢非常奇怪的是 他们竟然还编造出说 在2020年12月16号 事实上那个原寿也曾经来跟北市府 洽台过北市科的这个案子 结果呢先搞清楚了 确实有这场会议 但是呢这场会议 根本跟北市科的标案无关 而是当时的这个内湖数位的 那个创新中心的BOT案 所以你今天是张飞打月飞 就是张冠李贷 那请问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文件 为什么这样的说法 这个难道是要掩饰是一个烟雾弹吗 你把原寿抓起出来 把它当一个烟雾弹 可是这个事情是非常好厘清的 那所以现在的柯市府或柯文哲 他必须就要对外讲清楚 说明白 第一个当时的标案 你说有原寿 原寿说根本没有 不但没有接触 也没有参与 好那请问一下 是不是独厚 所以杨明现在看起来 柯文哲是不是麻烦大的 内外两把火在烧 对外有三大弊案 我们一路停下来 北市科金华城三大弊案要查 再来对内还怕被黄国昌 把党主席的大位给他端掉了 你怎么看 其实黄国昌不见得会把他的党主席挑战走 但是柯文哲现在真的比较麻烦 就是他八年台北市长任内 这些所谓的旧案 会不会变成新案 然后呢会不会变成 打击到所谓柯文哲政绩 过去他在台北 说他公开透明 什么样的一个治理成绩的 变成一个反政 那就麻烦了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知道民众党现在还有两个执政县市 很多人觉得有吗 金门 一个金门一个新竹 可是因为一个金门 陈福海不能竞选连任 高宏安 现在他有官司缠身 所以这两个基本上对民众党来讲 都没有 都不是所谓的铁盘 所以民众党很喜欢强调台北市的治理经验 如果连柯文哲八年的治理经验 里面都带了弊案 这叫什么 这叫人设全毁 所以如果今天柯文哲这些 不管是台志光 什么北市科还是金华城 这些案子如果说不清楚 讲不明白 很有可能他人设毁坏 那对民众党就是一个最坏最坏的消息 为什么 因为民众党到现在为止 没有柯文哲就没有民众党 如果未来2026有人打下新的江山 那是新的这个所谓的新的历史的开始 缔造了一个不一样的民众党历史 可是现在没有柯文哲 民众党就叫做零人政党 那我就追问了 今天如果柯文哲在这三大弊案当中 像你讲的人设翻了车 我黄国昌为什么不能取而代之呢 黄国昌他再怎么样 他现在就是一个立委 而且老实说这些案子真的 如果真的要进到司法什么 黄国昌的你要记得他立委就两年任期 他接下来要挑战新北市长 或者是其他也有可能的这个县市长 关键还是在于说他要有地盘 如果他没有地盘 他只是一个阳村立委或什么样的 必须讲 这个你在民众党就算柯文哲走了 你换上去 这个民众党早晚也是要衰败的 他不会长久 所以你要去接一个烂壳子 那是没有意义的 可是如果柯文哲全身而退 那民众党才会有下一步 不管2026 2028才能继续打下去 柯文哲献入了北市科 到底有没有在整个标售土地过程当中 土力星光人寿的争议 现在越演越烈 台北市议员游主会 他就试问柯文哲 最关键的一问是 你为什么可以去打破标售土地的保顶地板架 底架杀到只有市价的20% 难道这不是土力星寿吗 最强烈的对照组 就是几乎同时得标另外土地的金人宝 它的得标价远高于新寿不说 为什么就你新寿来标这块土地 你完全不需要任何的投资计划书 今天我们告诉你背后水多深 你就先来看 这块土地有多肥美 答案就在里面了 居然哥我要套一句讲完市长的话 先去跟检察官讲清楚就好了 现在不用话这么多 为什么各位我会这样讲 因为你看今天柯文哲还在讲说 我要找角色我要找舞台 前一阵子我还收到他的LINE讯息 说寻找新舞台你不用找 检调会帮你安排好 为什么我讲 你看他说第三代计划 2026选的很差 就可以收打了 俊耀哥你看到这个讯号 你解读的是什么 你以为说咱们柯文哲在示弱了吗 柯文哲在求饶了吗 说2028我没有要选战 不要再棒我了 不对哦 因为就在他今天接受广播的时候 很显而易见的 我们讲的黄珊珊也开炮了蒋旺 另外柯文哲也开炮了谁 曾经德 一说那些人像差那样 小偷 开战了 全面开战了 反正一言不合 我们现在大家大打出手 法律战不谈了 现在玩政治操作 为什么法律战不谈 当然有道理 因为你仔细看 游淑会举了四大疑点 那其中呢 最为关键的 他点名说什么 说你柯文哲 为什么只差了一个月 最后权力金只差了 百分之六十亿 我跟我讲 四大疑点还不只是如此 我直接简单 爬梳给你听就好了 过去原本这个标案 是在2019年 2020年 2021年 就两个总共三年分别标 他分别标之后 有个大问题 原本这一块地 是什么个标法 16 17 18 全部绑在一起标 俊安哥你知道第一年的时候 那时候标多少吗 多少钱 86亿 第二年98亿 对不对 第三年才变81亿 所以按照我们讲 黄珊珊的讲法 他说不对啊 是因为价格 这个标不出去嘛 你看留标两次了 所以我们第三次 当然比较便宜嘛 那你知道这个说法 有一个大问题是什么吗 那请问一下金人宝 多少钱标到 多少钱 80亿 那几乎同一个时间 也得标的新售 多少钱得手 新售拿了44亿嘛 但问题不在新售 俊安哥我再讲一次 80亿拿到14000平 那请问一下 第一次投标的底标 86亿它是几平 几平 25000平 是 所以我请问一下 是哪一个傻子 除非撞到 谁会说我80亿 我要花更多钱 去标更小的土地 对对对 我这样就好 所以各位 怪事怪在 第三次2021年的时候 俊安哥那时候 金人宝 请问有没有被相关的要求 有没有 有 有要求说 你还是要投资计划说 你要符合我们智慧医疗 那这时候 我问黄珊珊 问题来了 那为什么星光不用 为什么星光 T17 T18 完全任何要求都不用 只要资格标 只要价格标 最后就能标到 而且还足足比金人宝 散了36亿元 同一个标案 竟然有两套标准 到现在为止 还说不清楚 讲评明白 所以这个才是 最大的问题点 好 你刚刚提到的是 这块土地的用途 问题不在钱 可是 钱也有猫腻 今天在游赎会的 所有的四大问里面 我觉得 最简单直接明白 老百姓 第一个想问柯文哲的就是 为什么保底的地板价 可以一破再破 一破再破 破到居然只有市价的20% 如果这个不是土地的话 你怎么渡悠悠之口 我跟各位观众朋友解释 国有财产 他在做地上权标示的时候 我怕很多人听不懂 他有三成到七成 相关的法律规范 什么意思 比如说这块地 他原本的市价 是150万 你就必须要再符合 三成到七成 就是说最少要45万 之内 才进行标售 但是柯文哲有趣的是 游主委也特别提到了 在107年的时候 各位就是这个 他把这个所谓的指示给删除 保底规定给删除 所以最后才会跑出 请问一下 1718加财底标多少钱 35亿元 各位我帮各位换算过了 他最后的得标金额是 37.8万元每平 换言之 他所谓的底标35亿元 有没有到三成的幅度 完全没有 你现在去试北科看 随便一顶土地 比如说附近邻近的划库 都是超过150万 甚至到250万起跳 所以这个规范 柯文哲也解释不清楚 再来各位 最怪的是什么 怪的是 为什么金人宝的时候 有四家厂商 跟他竞争 跟他投标 可是到了星光的时候 你知道只有几家吗 几家 只有一家 只有一家要跟他标 就是他自己而已 但这个也是叫同俄竞选 这别人不知道吗 还是 你根本就是为了读后摊 对嘛 所以大家现在在问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开标的日期 是在7月开始 一路到9月 可是柯文哲偏偏在3月的时候 被减苏培踢爆 说还跑到阳明山去 还换车 然后偷偷摸摸地 见了星光人寿的相关关系人 那请问一下 这个东西都会不会有问题 你不用回避吗 而且不只是如此 后续的会议记录 市府的会议记录 请问一下 所有的授险公司 都没有人来参加 只有一家 叫做星光人寿参加 到底评的依据是什么 评的理由是什么 柯文哲到目前为止 依然说不清楚 讲不明白 你说现在 他兵分两路 开始一言不合 全面开战 回过头来看黄珊珊 黄珊珊当时 他是台北市的副市长 对于这一块 他应该说得出 更多我们不知道的内幕 但是他到底站得住脚吗 他现在说 因为蒋市府 你不了解 他站得住脚吗 就让跟我这样讲好了 你知道通常开车 对不对 开车什么样的人 最容易出车祸 太有自信的人 就觉得自己技术很好 所以黄珊珊就是 那位很有技术 所以现在才出车祸 因为他讲说 蒋万不熟悉 我可以理解 那换言之 我可以认证说 你黄珊珊对这个案子 很熟悉 你黄珊珊对这个案子 全程参与 所以你黄珊珊才是 蒋万安口中的当事人 也就是AKA被告 你是这个案件 设案的主导者 那我现在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黄珊珊 今天很有意思 他跟柯文哲 一口同声 同时讲述说 柯文哲也这样讲 柯文哲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蒋市长 不熟悉 可以理解 没关系 他本来对这个案子 我就不熟了 奇怪 柯文哲怎么跟黄珊珊一口同声 俊哥你知道他的说法是什么 他说 你把这个BOT 跟这个地上拳 两个设定 搞混了 根本就搞不清楚状况 他的意思说BOT才需要投资计划书 地上拳不用 这是柯文哲的讲法 对不对 好 我们认证了 那我访问 我拿黄珊珊的话 我拿柯文哲的话 回过头来问你 请问一下 那为什么2019年2020年 这两次的地上拳的招标 需要设定投资计划书 金人宝是什么回事呢 不只 前两次都有 所以我是不是合理怀疑 你自己说BOT才要 地上拳不用 而前两次地上拳设置 你是刻意有意的刁难 甚至围标 让他留标 而最后 偏偏只有星光的时候不用 那请问 是不是故意图立特地厂商 好 伟瀚 北市客这一题 已经烧这么久了 而正式的调查小处也成立 开始要针对 柯市府的整个决策过程 查下去 会有料吗 其实这一题 一开始对一般的观众朋友来讲 应该很复杂 谁懂啊 什么T16 17 18 不过这两天密集的讨论之后 他才发现说 目前找不到违法的证据 我们也不认为柯文哲 还有前市府违法了 可是 他的那个价钱 在T16 他的底标是四十几亿 观众朋友 我先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这个基础要建立起来 当初任何招商的这个企业要来这边投标的时候 他根本不知道底标了 根本不知道底标了 他不应该知道底标啊 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 李四川甚至不知道前市府的底标是多少 但是绝标是公告周知的 所以T16的绝标是81亿 但是T17加18 17加18加起来只有44亿 就这么简单 我讲完了 T16一块 当然他的那个大小是大了0.6公顷 可是两个看起来差不多嘛 17 18两地 16一地 那16一块 81亿绝标 17 18两块 44亿绝标 我讲完了嘛 所以就隔壁 就隔壁而已 然后呢 就差0.6公顷 可是一个44亿 一个81亿 这就是李四川讲的 都觉得 觉得哪里 觉得好像怪怪的嘛 大小眼嘛 第二个就是 他的过程当中 为什么他在投标时候的限制啊 包含这边 你要有资格常来投 所以这有四家来投 然后你要有计划书 而且他一开始讲 这个边因为 40嘛 所以希望有一个医疗中心 所以当时没有医疗能力 没有办法弄出一个 这个所谓 智慧医疗的 根本不敢来投 但是你到17 18的时候 就没有这些条件了 如果你这个一个是在讲市 北市科 一个在讲内湖南港 或者讲哪里 那OK 可是他是同一块地 隔壁而已 条件不一样 大家总要问嘛 那今天就是 柯文哲他现在不是只有北市科一块 因为北市科现在变成是最重要的一个重商 旁边还有两个也在流血 一个是台赤光嘛 一个就是这个金华城啊 所以呢 现在柯文哲他就必须要去面对这些问题 那今天柯文哲中午 其实他也是上个直播 可是他对于我们所谈的这些细节 他其实可以直球对决 因为我们可能不懂嘛 他直接告诉你为什么就好了 那他其实并没有 还是没有深谈这一块 他又讲到了政治那一块去 他说什么 他说如果2026全部好 可能就没有2028 那是大家都知道了 我跟你讲 你都会讲的事情 我们不用柯文哲来讲啊 柯文哲应该跟大家解释 因为我觉得 因为柯文哲的支持者三百多万人 他们其实是在等柯文哲 把这个事情解决过去 别误会 这个归误会把它讲清楚就好了 可是现在既然已经进到了 既然跟你要知道 这个已经进到了 整个市议会要成立调查小组了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 我们就不去议测 他结果是怎么样 所有让大家觉得说 为什么很奇怪 我刚刚已经直接讲 最重要的一点了 两块地 三块了 T16跟17 18加起来 大小差不多 就隔一条街 绝标这边是81亿 这两边加起来44亿 为什么差了37亿 佩君 我们现在看到了 兵分多路全门开战 到底是真有底气 柯文哲 黄珊珊真有底气 还是其实案件吹口哨呢 市北科的招商 到底有没有不当的利益问题 这个包括 这个讲市府的态度 其实相对我觉得算保守 因为李四川说这个还要调查 所以我们也不会像当时柯文哲上任 什么远雄的案子都没有调查清楚 直接给他扣个五大弊案 结果八年过去之后 五大弊案差点变五大笑话 也查不出个什么来 所以我们不需要像当时的柯文哲一样 凡是看到影子就直接开枪 可以先调查 但这三块基地的招标模式 跟得标金额有落差 这个是现在肉眼可以看出来的事实 刚刚这个俊阳真跟大家讲说 黄珊珊之前是副市长 不要忘记他在更之前是什么台北市议员 所以在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他其实还是议会的监督角色 所以在这一连串 如果耳后查出这中间有什么状况的话 黄珊珊从他的任何一个角色都难辞其咎 所以我倒是觉得他有空在这个媒体上面放话 或者是展现这个炮轰讲市长 他不如赶快去把能调的资料 该做的功课赶快做一做 不然接下来最狼狈的人我觉得会是他 但黄珊珊的这个集的同时也露出一点马脚 我觉得他急着辩驳说 他脱口讲出说那标不出去有什么用 这个话真的就过于着急了 因为今天我们拿室友的财产出去招标 那比如说地上权50年70年 资势体大 你本来就应该要具体的了解市场的状况 然后才有目标的取舍 不是搞得好像市府就在拼现金 然后只求脱标不求这个利益 他是议员再来做了副市长 这个态度是很有问题的 那他讲的好像柯市府当时是委屈求全 拜托人家来标 多少钱都没关系 只要有印象就好 这个质疑态度本身就是不对的 那更不要讲说真的不胜唏嘘 对照柯文哲2015刚上任 哇对着这个财团 各大财团来 我腰杆挺得很直 休想给我怎么样的那个样子 耳后八年九年到现在 真的不胜唏嘘 柯文哲拜访新冠人寿这两次之后 发生了不用投资计划书 招标底下不断的下修 还有开发限制取消的优惠 他是要讲清楚 到底是这个时空背景还是开发商的财务规划不同导致 还是人谋不脏导致这个市库收入不如预期 这个是要讲清楚的 那为什么这个调查小组这两天很多讨论说 怎么不是蒋市府来主导 我想大家也要理解一件事就是 市长换人但是公务员没换人 那过去柯市府时代的公务员 他们在长官的交办底下做事 今天如果是市府主导来做这个调查小组 等于差不多可能会发生 自己去调查过去的自己 那你是要他调查出什么 还是调查不出什么 所以现在是有市议会出手 但我也觉得如果要把他这个 很潜谍的讲成说猎屋或针对柯文哲 这个也太过武断 因为这调查小组是用党派的席次去分配 所以民众党也会有一席吧 我印象中两个案子他都有一席 除非民众党放弃 不然他就是一个议会监督角色的正常发挥 所以在还没有定论之前 固然不会直接扣弊案的大帽子 但是也不需要去把它曲解成说 是在猎屋或针对柯文哲而来 所以说到底为什么今天这个 北市科的一个招标案会这么渲染大波 很简单 事从来告诉我们这块地有多值钱 它有多肥美 答案就在里面啦 对因为我们知道说台北市的这个发展来说 大致是沿着这个轨道 要么就是所谓的科学园区 那你看放眼现在台北来说 以台北市里面来说 最后一块树地 那当然就是北市科啊 所以为什么北市科会变成是 大家兵家必争之地 主要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那尤其是在这个周边这一带来说 或在士林这一带 甚至外溢到对岸的三重这边 现在房子都还涨啊 新开新岸的这个开架来说的话 已经一直往上窜高 那尤其是每三天呢 几乎是成交一户的这个状况 甚至距离北市科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承德路七段 承德路七段过去我们都说什么 这边都是卖车的啦 不然就是什么 这个很多工厂啦 这地方怎么长得起来 不好意思军先生 现在已经长起来了 在这个承德路七段这个地方呢 已经来每一平单价 已经来到87万 然后呢 有一栋的这个房子 甚至突破了7000万 7000万是什么意思呢 7000万已经是 这个央行认定的 北市的豪宅的门槛 所以那是现在 它也是个豪宅区了 所以一开始的开始 如果我是原始 持有土地的地主的话 我不就一戏之间 清水变鸡汤 对 当然啦 在这边来说有非常多的这个大地主 现在都慢慢的浮上台面 这里面来说的话 在这一带来说有几个地主 我们可以好好来说明一下 第一个在这边有一个叫做赖世家族 这赖世家族跟这个我们赖青的总统 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啦 他们已经在地生根了 约莫是百年以上 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说的话 如果你要买房子啦 或是买土地来说的话 你就要透过这个赖世家族 但是赖世家族呢 他们对这个北市科这附近的土地 他们就说 我们没有要卖 我们就是子猪不卖 所以未来 你看子猪不卖 然后有万平土地 未来更是水涨船高 然后里面来说 还有一个叫做 刘德华的御用法师 叫做地交法师 刘德华都来了 对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大地主 这个大地主来说的话 就是地藏碑院的这个基金会 那这个地藏碑院的基金会呢 事实上大家去看 这个十字的这个 目前的这个只有的是林慧明 那他就是地交法师 那为什么会跟刘德华牵上关系 因为他其实在这边呢 他有一个这个地藏的这个庙 那这样庙的时候呢 其实他也是这个 听说他的这个包出 被他加持过了 你的身体呢 会比较好的一个状况 那么刘德华在2017年的时候 他当时怎么样 他当时起码就要摔跤 摔跤的时候 对 结果后来呢 就是好像他的老婆 非常担心说他怎么回事 就怎么回事的时候 就是当时就把这个林慧明 法师就是地交法师 把他请到了这个香港去 加持之后 果然刘德华的身体就好了 所以这当然这是 这当然是 所以他为什么会被封为 叫做刘德华的御用法师 就在这边嘛 所以这边至少有两个大地主 就是一个是这个 这个地藏碑院的这个基金会 还有包括说像赖世家族 那其实这个地方 还有另外一个人 就是这个博弘的 这个建设的董事长 叫范江这个炳黄 那范江炳黄来说 他就 他是怎么样 他其实在这个地方来说 他就做一个土地买卖 也就是说在当地 你都知道说 如果我要去 这个买卖北市科的 或是说我在当地 要插旗的时候 你可能要找他 因为赖世家族或是这个 这个庙 他们都不卖土地 所以你要找他 这是谁 人家就说他是北市科 神秘的这个土地公 那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早年就是在天母 在北投这一带里面 他有很多土地 而且在这个地方 他已经深耕非常久 所以士林这一带 他很熟 所以他就说 他说什么 我当年 什么样 我当年从这个煤瓶 4万块 现在一帮4万块 开始买 那把买买买买 然后5年 他说当年 他说买的时候 他说25年前买 后来4万块买 然后后来又5万块买 然后后来 你知道 因为后来一直在涨价 涨价的时候 当时听说 他众介了非常多人去买 传言中 连这个王雪红 他都觉得这一块非常好 因为你知道 王雪红他们的总部 是在新店 那新店事实上 这早期是他们买下来的 后来他们有说 他们要逞出 这个玉笼这一块 但是問題是他覺得說北四顆或許也是一個很好的發展的這個土的地方 所以早年後來他有聽說他有去買 他從這個約莫是一瓶十多萬然後買到二十多萬 那你就知道現在已經土地價格一瓶都已經漲到至少可能七八十萬或者百萬以上 所以這些都已經變成是他們現在都變成是坐擁黃金地 那尤其是你看現在很多建商都已經進去了 所以才跟你說這一塊土地未來的發展的潛力 因為是台北市最後一個大型的重劃區 所以這個未來的這個發展這個整個爆發力或是整個潛力當然是相當值得大家注意的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